第四一題 籤筒中有1234號各一支籤 每支籤被戳中的機率相等 請計算下面兩種狀況 1號籤被戳中的機率各是多少 我們來看第一小題 每次戳一支籤,戳後不放回,戳三次 那麼第一小題這一種情形,也就是說在每一次戳一支籤 戳後不放回去 那麼連戳三次,結果1號籤被戳中的情形 我們就利用反向來計算 意思也就是說它的機率如果我們用P來表示 那麼就是等於全部機率是1 那麼再去減掉,1號籤沒有被戳中的機率 所以就會等於1減掉 所謂的1號籤沒有被戳中的機率,我們來計算第一次 第一次呢,那麼有四支籤 那1號沒有被戳中,所以戳中了234 這三支,所以機率呢是3分之3 接著呢,我們來戳第二次,也是戳一支 所以呢,戳後不放回,剩下三支籤 那這三支籤呢,1號沒有被戳中,所以 機率是3分之2 接著呢,第三次 那第三次呢,剩下兩支籤,1號沒有被戳中,所以機率呢是1分之1 所以呢,它的機率方法,那麼就是1減掉 那麼這個數字,我們就來約分 所以呢,3可以跟3約分,2可以跟約分 所以呢,機率,那麼就剩下的是1分之1 所以呢,1減掉不被戳中的機率,那麼就是呢 1號籤被戳中的機率是3分之4 我們來看第二小題,一次戳三支籤的機率 所以呢,第二小題,那麼一次戳三支籤,1號被戳中的機率 那麼一樣呢,我們也是利用反向來計算 所以呢,它的機率P,那麼就會等於呢,1減掉 這個呢,1號沒有被戳中的機率 所以呢,就會等於1減掉 那麼一次呢,戳三支籤,所以樣本空間 那麼意思也就是說呢,C四支籤,我們要戳出呢,三支籤來 那麼1號呢,沒有被戳中 那麼扣掉1號以後呢,剩下三支 那麼這三支,我們要取出呢,三支來 所以呢,就會等於1減掉 C四取三,那麼就是4 所以C三取三是1 那麼相減結果,得到的機率呢,就是3分之4 所以呢,第一小題,要來求呢,每次戳一支籤 那麼,取後不放回,戳三次 那麼1號籤被戳中的機率,計算結果得到的機率是3分之4 第2小題呢,一次戳三支籤,打1號被戳中的機率也是4分之3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這麼嗎? 怎麼寫、對方能打1號被戳中的機率 這個東西還是2分之4 乘碳中的機率